hello大家好,我是坎西 那今天呢,我还是想聊一聊成都 不过呢,今天想聊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 成都的工资到底怎么样 其实呢,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的话 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评论 那在网上诸如此类的评论 还有很多很多,我这边就不一列举了 其实呢,大部分人在抱怨只是说 成都啊,作为一个新一线城市 它的工资竟然可以如此之低 但是呢,它的消费要跟北上广不相上下 其实这个我都能理解 那我呢,在刚刚毕业时候是碰上疫情的 基本上想找到一个非常好或者满意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虽然说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不过呢,我想教大家一些方法 可以去在额外的时间提高一下自己的收入 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我觉得首先要设立一个小小目标 比方说先把自己的工资从四位数变成五位数 换句话说就是先月薪过万 那我觉得很多人能想到第一个办法就是去做副业 那这边呢,我先不讲副业 我先讲讲看主业 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上完班之后呢 回到家就是睡觉,吃饭,然后娱乐一下 这个我非常能理解 其实这个是应该做这个事情,对吧 但是呢,你去想想看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你跟其他的员工并没有所谓的这个差异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月薪过万的话 其实你应该想到是如何在你自己的岗位上再提高工资 或者说有资本去跟老板要工资 那其实在下班结束之后呢 你就应该去思考一下相关的一些书籍和资料 跟你的工作相关去提高自己的知识 这个就是最快的提高工资一个办法 先把你的这个基本工资提高 然后再考虑副业的情况下 除非你会觉得啊,这个工资是非常固定的一个岗位 工资很难提高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去做副业 那有哪些副业可以去做呢 那我这边有几个小小的一些建议 首先最简单的一个副业 就比方说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我 也许呢,正在做副业 那这个就是自媒体 那自媒体其实很多人都听说了 但是我觉得身边大部分人还没有去尝试 因为他们觉得剪视频啊,很麻烦 其实呢,自媒体不光是做视频 也可以做图文 如果你不想上镜的话 图文就是图片加文字 比方说你们所看到这个公众号 其实呢,这些东西都是看上去很难 其实你真正在做的时候呢 确实刚开始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你做着做着 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了 因为大部分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拍视频还是去写文章 那我这边呢,不推荐平台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有图文也有视频 大家自己去找哪些平台适合图文 哪些平台适合做视频 我会在评论区稍微去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平台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自媒体 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 就是说去线上去卖货 我们可以知道大家其实在家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不用的 或者说大家其实每天可以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闲置在家里面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去把它变卖掉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文凭 也不需要有什么销售经验 你只需要去把你的东西po在网上 然后呢,自己去定一个价格就好了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很多不用的东西 包括后面有很多书啊 其实我已经看完了 但是呢,有一些书其实我看完之后呢 基本上我的人生不会再看第二遍了 我现在留在这边都是说 我可能我的人生还会再去翻那么几遍 这些书就可以去卖 对吧,很简单 这就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 去兼职一下这个对外汉语的这个老师 换句话说就是去教外国人说中文 那其实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的平台 很多的老师已经分享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哪些平台是不需要你有一定的这个对外汉语经验的基础 你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老师 那我之前呢,也在对外汉语去教过很多的学生 那我觉得工资呢,其实是还是能够接受的 那我先来说一下 这开始的时候我去干这个对外汉语的工资 大概是多少钱 那个时候差不多是50块钱一个小时 在平台,就是说有公司的情况下 那在没有公司的情况下呢 那有可能就是挣这个外汇了 比方说是挣美金 那比方说有些学生会觉得 你教的挺不错的 我愿意给你大概15美金一个小时 那换算上人民币的话 可能就是差不多90块钱左右 这个根据你的经验累积之后呢 你的这个价格也可以往上累积 价格呢,也可以自己去调控 这个看你在什么平台 有些是属于公司的 有些是属于一个公共的平台 大家一定要去找资源 其实在网上,我们有了网络之后呢 不要老是觉得 我们只能在国内市场去做 其实去做国内市场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去卖一些相关的网络课程 其实这个跟自媒体又是有一点点联系的 你可以理解为卖货 那我所说这些课程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是一个大学生的话 比方说我是学经济学专业 我觉得呢,我经济学觉得还不错 我把它录成一个视频 然后呢,在网上打包 然后卖给大家 那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去看到这些网课 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那为什么会有网课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疫情期间可能无法出门去外面上课 他就会去买这个网课 其实在疫情期间网课的这个销售额还是蛮高的 大家如果你真的对某一方面的技巧非常的熟悉的话 它不一定是理论的知识 也可以是实践的知识 比方说像我会去做陶瓷 我会去织毛衣甚至 这些看上去 不是那么需要理论知识的这些实践的一些东西 其实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或者说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很难的 比方说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不会去织毛衣 对吧,比方说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就是不会那些所谓技术活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课程 你自己去做一些视频 然后在网上去卖 对吧 甚至呢你可以把它拍成视频的形式 这样子就跟,所以说这是我刚刚说的 它跟自媒体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你既可以以视频的方式 然后呢,你又通过自媒体去 相当于在做广告 告诉大家我会有这个技能 然后呢 再让这些人看完你的视频之后呢 发现你这边可以买买课程 那这样子呢 就是一种提高收入的一些办法 那今天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呢 副业其实有千千万万种 因为每个人的出生背景 它的学历它的专业都不一样 我这边讲的是四种比较常见的 可能对于这个门槛不是那么高的 我这边还是鼓励大家去发掘自己的潜能 去利用自己的爱好 以前学过的所有的东西去分享 因为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营销时代 只要你有网络 有能力有才华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去销售出去 就是这么简单 你就能创造这个价值 那这样子听完之后 是不是觉得大家其实提高收入办法还有很多呢 反正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说 保证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有收入 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就是 最大限度去提高自己的收入 因为如果你只是用时间去换钱的话 这样子是太累了 大家记住一定要用你所有的时间去换钱 而不是利用你工作时间去换钱 哪怕你睡觉的时候也有收入 那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去赚很多钱 那今天这一视频我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欢迎大家就是私信我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 给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